這次九合一大選 國民黨六都只守住新北市一席 引起關注 從中選會資料顯示 也發現55個原住民鄉鎮市長地方選舉 一直以來都是藍營票倉 政黨當選名額也出現了些許變化 國民黨從原本41席 僅剩33席 反觀五黨籍從7席增加到18席 有學者提出 這是國民黨長期提名機制出了問題 2009年上一屆鄉鎮長選舉 喊字一次2014年鄉鎮長選舉 政黨當選名額進行比較 2009年國民黨拿下41席 這一次僅拿下33席 掉了8席 但五黨籍部分 2009年有7席 2014年增加到18席 多了11席 而民進黨則是在2009年兩席 2014年三席多了一席 另外今年臺灣第一民主黨 也角逐基層選舉 也獲得一席 原鄉地區基層選舉 出現五黨籍當選名額增加 有學者認為 其實五黨籍當選人也多屬泛藍 原鄉地區投票行為沒有太大改變 學者表示原鄉地區 候選人其實都是泛藍居多 所以是不是背著國民黨籍參選 或是五黨籍參選影響不大 選民主要還是以個人條件考量 像是是不是現任 家族勢力 在地經營等 不過這次第一民主黨 有一席當選名額 卻是少見跳脫藍綠的選舉結果 記者馬拉斯巴扎 台北市採訪報導 就算以字幕提供